祝你生日快樂 台北市信義區成立於79年3月12號 2022漫遊信義文化節 信義區公所尋網力 在信義區生日這天規劃登場 活動內容相當豐富 我們今年一樣推出了相當多的走讀 還有實境遊戲 也歡迎大家能夠踴躍報名 希望大家能夠在這一次的漫遊信義文化節裡面 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信義區 我想漫遊信義文化節一直以來 對於探索在地的故事都非常的有心 也謝謝松菸 今年也特別加入 信義松菸的圍牆博物館的元素 所以包括我們今年的信義松菸 還有國父紀念館 這邊也有特別推出了一個鐵道的走讀 此外實境遊戲的部分 除了之前的南村實境遊戲之外 今年還再多出了一款信義南村 也希望大家喜歡 首場展覽是在四四南村 舉行的微型博物館特展 信義社區大學的師生花了一年的時間製作 四四南村的縮小模型相當吸睛 我們是屬於信義社區大學 但是我們的社團就叫做生活微型博物館 然後我們就是在 因為四四南村就在信義區裡面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地點 所以我們就想說利用我們的專長 利用我們大家的興趣 把這個四四南村把它做成一個縮小的一個迷你板 然後把它搬到這個大的建築物裡面來 讓大家可以在不管是下雨天或大熱天的時候 都可以來這邊看到它的美麗 跟進來這個空間裡面聽聽什麼 眷村的故事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因為這一次因為去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停滯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沒有辦法工作 因為這個必須是實體的課程 它沒有辦法在線上 所以我們就採了兩個方式 一個線上疫情期間休息的那半年 我們就是在線上做什麼 做公仔的教學 那在另外一個部分 終於開放了之後呢 我們就是用什麼 就是用模型來表現它 來現場製作 這樣總總要花一年的時間 那我們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這個建築模型它是組合的 卡榫的 它是可以拆掉 拆掉之後打包 到處去展覽組裝起來的 還有我們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的模型 雖然是萎縮 但是跟外面的娃娃屋 最大的不同就是什麼 我們有公仔 有人物 為什麼呢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要活絡 要有什麼 遊客進來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些遊客都拆掉的話 整個作品就沒有它的什麼 生命力跟它的熱鬧 所以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一定要有公仔出現 那這樣子就結合我們這幾 整個團隊的興趣 把這個作品給完成 那這個社大今年呢 特別邀請我們來參加這樣子的一個微型博物館 那微型博物展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需要很久很多時間 所以其實從去年就開始籌備 然後老師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呢 把這個四四南村做了一個微型的展現 那這個作品呢 會一直展到這個522 那希望呢 大家有空的話都可以過來這個看 這樣子一個很特別的展覽 我非常謝謝 郵局長 還有我們在座的好夥伴 對於新一區的文史 生態 整整的這樣的一個整合跟理解 下了很多功夫 特別是我們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我們林守祖老師跟他的學員團隊 透過我們廖祖祕的這樣一個整合 把這團隊引進來 他們針對這個漫遊信義的今天的開幕 他們製作的微型博物館 四四南村的博物館 他們花了很多的心力 很多的時間 然後我是覺得常常每個禮拜 禮拜一看看他們這邊製作 真的是從屋到有 還有我剛才我聽到說透過老師 透過在地的 對這個地方的理解 把這個模型 把這原來建築縮小15倍 那個門那個窗 那個顏色那個草坪 他們是透過很細心的觀察 我想唯有透過觀察 透過理解才能夠對地方有認同 你要理解他才能認同 所以我們常說 喊說新文化建設 新文化建設如果跟 古蹟的維護那常常就是怎麼樣 很容易有衝突 那我想我有透過理解 那建築 建築我想就是過去人 所居住過的 生活過的工作過的地方 我有透過 從很多細節的理解 我想我們才會認同 愛護這塊土地 信義區公所今年也結合了 松山文創園區 信義社區大學 喬治商職等單位 共同舉辦文化節活動 展現信義區大家庭的特色 大家常常講說在都會裡面 尤其我們在這麼的首都的 這麼中心裡面 政治經濟文化都在這裡 大家對信義區的認識其實有點淺薄 都只想到百貨公司很多 對不對 但實際上我這一兩年 參與這個計畫呢 尤其像今天這個活動 先祝福我們信義區 生日快樂 今天很像是我們的大家庭聚會 謝謝區長帶領我們 還有我們理長會長這邊 大家的支持 今天很像是回到我們的圍路的感覺 第一次真的是透過這個計畫 把大家串起來 然後以前大家都常常講說 那個在都市裡面人味少了點 那在整個台北市裡面 大家總是覺得西區人味多一點 東區人味少一點 我覺得那是因為他們太不認識我們了 我覺得真的是慢慢的 我覺得信義區真的是個寶 就是說它的樣貌差異性很大 是很值得這樣子一直去挖掘的 那我很謝謝那個郵區長 這麼多年來很用心在漫遊信義文化節上面 給社大也是給社區民眾提供了很多的舞臺 讓大家集思廣益發揮創意 那認同信義區 然後使信義區豐富 我想很多人到國外去像我 我在義大利讀書我想你來義大利要看什麼 看他的設計 你來米蘭要看米蘭大教堂 你到巴塞隆納去巴塞隆納有什麼聖家堂 還要看什麼看米蘭的畫 我想很多地方我想我們慢慢透過看 陳如剛才我們陳總今天講的 我們把這些文化狼的慢慢慢慢一一建立之後 外國人來我們在我們我們從其他各地來的民眾 我們要看什麼 我們看在地一個一個偉大的城市一定有他偉大的文化 他的建築 他的人文 我想我想台灣是一個非常豐富 非常強大的國家 我想透過軟實力的建立 透過學習 透過比如說現在我們信義社大 我們的主軸 文化共建 藝術共榮我想我們現在我們在大家一起在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我們把這個 把大家美好的想法 透過努力透過理解 我們一同將這個城市 壯大 讓他更豐富更美麗 今年當然再次被邀請 那區長特別說我們要注意防疫 防疫就是盡量把很多的可能性 就是拒絕這些防疫的措施 所以我們今年就以Cupcake為我們的主要設計 那Cupcake等一下大家分享時候 你也不用覺得捨不得切 而且我們在這Cupcake裡面 其實我們的用料 因為既然是學校 所以它是無限 就直接好料 甚至讓我們全部去發揮 那非常的清新 口感也不一樣 那等一下我們分享的時候 一樣為了防疫 大家都不用用手去拿 我們還一樣還有準備一下這個小盒子 那這邊看到我們這位是我們的 你要不要自己講一下 他是我們的主廚 謝謝大家來就是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為這次的活動準備這個蛋糕 然後我們學生還有我們的學弟妹們 就是都非常的盡心盡力 然後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吃得開心 然後給我明天掌聲謝謝 2022漫遊信義文化節活動豐富精彩 報名訊息可以上漫遊信義臉書查詢 歡迎市民朋友踴躍參加 信義 信義 有情有力 新一區生日快樂讚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來給我們 最高的視頻 所以我們現在都知道 歡迎市民見 口視頻 我們在這邊 然後呢 我們在台北澳 大姐的大利負